占姆斯北京时间8月30日,据美媒体报道,胡人对求新乐布朗占姆斯,承认他因为公开谈论社会问题而人气下滑,但是他会继续这么做。 占姆斯一直非常关注社会问题,最近这么多年,他经常公开谈论美国的种族问题,而且屡屡抨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。 今日,占姆斯在自己的一档谈话节目里,承认他因为公开谈论社会问题而人气下滑,但是他会继续这么做,我希望得到满足感,不只是我自己,还有其他美个人。 占姆斯说道,我现在有机会去鼓舞那些喜欢我的孩子们,对我来说,如果别人不谈论这些话题,那么我也闭口不谈吗? 这是不对的,最终,当我决定公开谈论这些话题,并且不在乎因此受到的指责和影响时,我的心态就是,这不是为了我自己。 他继续说道,我的人气因此出现下滑,但是我必须把事实告诉那么多不同的孩子们,这比我个人得的是更重要。 看起来吧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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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